拜登在7月11日的北约峰会上出现口误 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介绍为普京 引发了俄罗斯的关注和回应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 拜登的失言是美国内部话题 决定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是美国选民 但他补充说 已经注意到拜登对普京发表的所谓不敬言论 拜登在北约峰会上把普京称为杀人狂魔 他表示 对于一个国家元首来说 如此不尊重其他国家元首的行为 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 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深层政府 官员和媒体多年来掩盖拜登的真实状况 就像掩盖美国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一样 他说 拜登的表现和他的高级顾问的公开反应 意味着他不再可能继续装下去 扎哈罗娃讽刺拜登受到操纵 给乌克兰签署10亿美元的援助 随便给他一张什么纸都可以让他签署 扎哈罗娃还在其官方社交媒体上 开玩笑地承认了美国对俄罗斯干涉大选的虚假指控 他说拜登的口误表明 他是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亲俄罗斯候选人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鹰派外交政策评论员表示 拜登的失误进一步证明了他的智力正在下降 一些人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 竟然有一个认知能力 似乎越来越差的人领导表示担忧 拜登的事态正值他面临一些民主党同僚 要求他放弃竞选连任的呼吁之际 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而他坚称自己将继续竞选 并最有可能在11月的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实际上有什么好处的 FA255 TUX FA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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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2525 FA255